大家好 我是大大 歡迎來到大MansionD 今天我會跟大家講講正義回郎的體後感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問為何你現在才出正義回郎這條片呢 我相信有看過直播的朋友都會知道 因為早前有一段都很長的時間我是進不了戲院看戲 所以有一段時間的戲我是完全做不到的 但我一直都在等一個機會正義回郎什麼時候會上串流呢 例如上Netflix或者D加 終於就被我等到 在3月25日正義回郎這套電影就上了D加 以及適逢4月16日這個香港電影金像獎 我都很肯定這套電影應該會在金像獎上有1、2個獎 我想大家看到這條片的時候應該是4月16日晚上的11點之後 但其實我一早就已經做了這條片 要等到4月16日才出片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套戲都過了那麼久 其實都不會有人特地去找這部電影的資料 或者是如果你們想聽的影評的時候 其實應該已經有很多YouTuber已經做了影評 但我看完之後我深信 這套電影應該是可以在金像獎裡面 有回一些成績 這個部分我會留在這條片最後的部分 再說吧 當他有回差不多成績的時候 那一期應該會有很多人去搜尋正義回郎 或者是 看以前的人的影評 甚至乎看的單案 這樣神奇的YouTube演算法 就會令到我這條片 更容易被人搜尋 就好過因為有一段長時間 沒有人搜尋正義回郎 相關的資料 就算我出了片 也不會浮出來讓大家看到 還有這條片將會跟無間道一二都是一樣 是深度體後感 我特別用了很多功夫去做資料搜集 那我份稿是去到十六七頁 有二萬多字 還有這條片雖然是一個電影的體後感 但是 這條片做做的時候 不知為何向了奇案那邊發展 因為中間有一部分 我會說回那個案件 究竟現實世界的案件 以及去審理的時候 是發生過什麼事 說了很多廢話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今天的 正義回郎 深度體後感 首先第一部分 我會說一下這部電影的背景 導演就是何卓天 而這個監製 曾經拍過搭血沉煤的 翁子光 試完拍完上一單奇案 為什麼他又會拍另外一單奇案呢 就是上次拍搭血沉煤 即是翁子光拍搭血沉煤的時候 其實他認識了很多奇案 那些奇案迷 看到這個搭血沉煤那麼出色的時候 即是拿了那麼多獎的時候 那些奇案迷就要求翁子光 不如試一下拍下其他奇案 而那麼多個案件當中 翁子光和何卓天就覺得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案件 就是大角嘴試親案 不單是因為那個兇手 殺死了自己的父母 令人覺得很震撼 再加上他在這個報章雜誌 Facebook去尋親的那段片 還有 在法庭上面也都發生了很多dramatical的事 所以整個案件不單是兇手 做案過程很奇情 再加上其實在法庭審訊的時候 有很多奇案迷 其實有部分當年 有去看法庭審訊的過程 他們的feedback就是 審訊過程是很峰迴路轉 還有那些證人 犯人的表現 都是非一般的表現 他們甚少在這個法庭裏面 會聽到證人 用一些這樣的語氣 和說一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在電影裏面的某些場口 其實是還原回當年真實審訊的時候 戲裏面的原型人物 在法庭上面的表現 還有這一套那麼好的作品 其實我們是差一點就看不到 因為上映之後 監製翁子剛曾經透露 說這套戲其實是很難找投資者 他吃了不少閉門巾 最後他還用了自己買樓的積蓄 和幾位白武士和一個神秘的投資者 K先生他投資了100萬 才可以開拍成功 因為整套戲的投資成本 應該是1000萬 雖然現在這套戲是收了4000多萬 但我想其實如果當年不是那些 監製走出來救忙的話 很多人其實都會當他是一套 三四線的電影 而錯過了一套那麼好的作品 因為這套電影上映了一個星期 他只有20萬票房 其實都很合理的 因為你看到那個 演員的陣容 其實是很難 令到人不聯想起 他是一套三四線的作品 但後面我會說回 其實每一個演員 在這套戲裡面 都演得很好 還有 導演他用了很多 都很新奇的 拍攝手法 分鏡 令到整套戲 是昇華了不少 還有整套戲的最後 還有一些反思的空間 是讓觀眾離開這個戲院 或者看完這套戲之後 再去深思 可能聽過我之前看後感的朋友 或者觀眾 都會知道 我認為一套好的電影 就是他可以帶給觀眾 思考的空間 那這次我就不會說 這個電影的故事是怎樣 因為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後面我會說回整個案件 那個時序是怎樣發生的 因為整套戲 是根據那個真實事件去拍的 他基本上很多東西 都是跟那個真實事件 重拍一次 因為其實 他不用加那麼多 戲劇性的東西進去 本身整個案 和審訊過程 已經是好戲劇性 第二就是整套戲 他不是用一個順時序的方式去呈現 還有單案本身 已經是好羅生門 所以如果我講回電影故事出來 可能是會中亂的 所以這次 好像上次無間道那次 直接就去了這個 角色和演員的分析 首先第一個要講的角色和演員 就是飾演張顯宗的楊偉倫 那首先好老實說 我自己個人對楊偉倫 其實是不太認識的 因為楊偉倫最主要的演出 是集中在舞台劇 雖然近年他有些電影都做一下 但是做主角 相信他也是第一次 雖然我也是第一次看他的演出 但是他的演技都令我挺驚訝 因為他演到他跟原型人物周凱亮 都挺像 我猜有一部份是來自於 楊偉倫本身的樣子 都有少少像當年的周凱亮 而且他們兩個都是身材比較矮小 不過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我覺得楊偉倫這次演出的感覺 沒有令我覺得他在演戲 他是非常自然和流暢 很多對白楊偉倫都說得很順口 而且這一種順口當中 帶出了一種自信和自然 他本身這個原型人物 也是有一份自大和自我中心的 楊偉倫是完全完美地 演繹到這一份自大和自我中心膨脹的性格 其中有幾場戲是令我特別深刻的 有一場就說他做電影casting 那部電影應該就是3D肉袍團 那一幕蕭先生就問他對三級片的看法 當時他說自己對三級片很有研究 以及自己有很多性伴侶 還有看很多日本人的AV 我自己覺得其實這個位置都挺難演的 因為如果稍稍過了火位 整個劇情就會很噁心 但是楊偉倫他演得剛剛好 欺負到好處 可以表達到原型人物周凱亮 一個自我中心膨脹 很喜歡認真 亦都是一個中二病患者 另外一場戲是我覺得挺深刻的 說他騙了父母上堂樓之後 殺完父母 拿著把刀 捱著牆 聲勢力竭大叫了一下 我亦都可以看得出楊偉倫這個角色 並不是完全冷血的 當他殺了父母之後 這一下大喊 其實是一個壓力釋放位 這個位我覺得楊偉倫也做得很好 始終要殺自己父母 並不是一個容易的事 需要跨過一個很大的心理關口 而那一下大喊 正正顯示了他跨過了這個心理關口的那種壓力 另外有個位 就是當他殺完自己的父母之後 找了一些報章雜誌去訪問自己 其實參考原型人物 自己拍片放上網說 父母不見了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會看到 張顯宗那隻眼 經常看來看去是沒有什麼正視過鏡頭的 這一點亦都還原和當時的原型人物一樣 不過又可以這麼說 我自己就覺得 楊偉倫在這一段 其實只是模仿到 原型人物的神髓 但無法模仿到當事人的心理狀態 這個位置 其實是小優 我覺得楊偉倫 是演得沒有那麼像原型人物的 如果大家有看過當年那條片的話 其實是會覺得 周凱亮當時的心理狀態 是真的很不穩定的 第一他是 很鬼暑一隻眼 他不會成的 這樣看著鏡頭 第二有一段長的時間 他簡直是閉上了自己的眼 他好像 一直在想劇本應該怎麼說 一直在想自己有沒有破綻 接著 去到最後 他講完的時候 他輕輕微笑了一下 他覺得自己可能 演繹這個劇本 很完美 覺得自己很厲害 這種心理狀態 我反而就看不到 在楊偉倫演繹這個人物上 是表達得到 還有一個位置 張獻忠說 我想嘗試改變一下 其他人對我的看法 我不想被人看不起 我知道要改變 人家的看法是多難 但我想試一下 而且我衡量過唐文奇有這個能力 我才被他分析 楊偉倫在這裡講的對白語氣 真心是做得到那種 自大自我中心膨脹的人 說話的那種語氣 而且你留意一下 他講對白的時候 那個節奏拿捏得很好 還有一個位置 我覺得楊偉倫做得很好 就是 電影去到最後 他的哥哥去探監 他說 父母其實有留一層樓給你 他們沒有偏心 不過不要緊 你以後在監獄 有大把時間 可以慢慢想清楚 你自己有沒有錯 但楊偉倫 他立即回答 他說 有時間我都不一定要想 他講這句對白的時候 那個timing 掌握得很好 楊偉倫就是在他哥 講完上一句對白之後 他零秒就講出這句對白 如果論講對白的節奏 掌握得很好 的演員 同類型的節奏 其實有時候可以在 張繼聰上面找得到 因為張繼聰過去 是演過很多懶惰的角色 以及張繼聰 是很掌握得到 怎樣在對白的節奏 上 令到別人覺得好笑 有時候 同一種節奏 會在楊偉倫身上找得到 尤其是楊偉倫在 Casting 即是3D肉袍團 那一段 即是說自己很喜歡 Japanic's AV 還有監獄 說我有時間都不一定要想 那個節奏 掌握得很好 還有電影的資料搜集 其實真的做得很足 很多角色上面的演繹 你不要以為他真的是 做戲 或者其實是劇本 因為有很多東西 本身原型人物已經是這樣 或者原型人物 他真的說過那句話 就好像張顯忠 跟周凱良一樣 都是崇拜希特拉的 還有一個位是說他去Casting 這個3D肉袍團 其實真實的人物 都一樣是有去過試鏡的 根據一些導演的訪問 其實他是看過 真實人物試鏡的片段 所以電影裡面的某一些對白 例如說自己很多性患女 對三級片很有研究等等 其實都是跟真實的人物 所說過的東西是一模一樣 完全不是對白 還有在戲裡面 飾演表姐的莊韻晴 大家可能會奇怪 為什麼會找個這麼漂亮的女生 其實真實人物 都有一個很漂亮的表姐 而且他還會把自己和表姐的合照 在Facebook 讓人知道他有個很漂亮的表姐 讓人羨慕他 還有去到法庭的情節 大家會看到 張顯忠是比較少說話的 多數說話的都是唐文奇 但其實真實的人物 上到庭之後 都一樣是很少說話 他是比較沉著冷靜的 在這套戲裡面 張顯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但同時他又很蠢 他蠢的地方就是不能夠接受自己 這個角色的失敗 其實是來自於 他和唐文奇一樣 都很想人家去了解他 但他同一時間 又自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所以他覺得其他人 是不會了解到一個那麼聰明的他 覺得其他人是矮他一折 這個角色的衝突 是來自於 他想要的東西 和他對其他人的看法 產生了一種衝突和矛盾 令到他不停產生挫敗感 亦由於他是一個非常自大 覺得自己很聰明的人 所以他不接受自己的失敗 但他性格上的矛盾 令到他在人生之中 不停失敗 所以他覺得他的失敗 是歸咎於其他人 不是歸咎於自己身上 咦 這麼像某種人 所以他最後一場戲 當他哥哥修善的時候 為什麼他會發瘋 因為其實張顯忠這個人 他不停想人家去了解他 而他殺了自己的父母 亦是因為想告訴人 我做了一件那麼驚天動地的事 你們來了解我 但相對於他哥哥來說 這是一件無可挽回的事 所以當他哥哥修善的時候 張顯忠知道自己 最後一個想他關心自己的人 都沒有了 還有他說可能真的卡住了 這個卡住了其實就是引伸他 他在電影中間又玩一隻遊戲 然後過激也過不了那關 他這裡其實就是比喻 他的人生就好像那隻遊戲 有些東西卡住了過激也過不了那關 所以他哥哥走了之後 他才失控 還有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人好像張顯忠一樣 喜歡玩一些能力 給自己差的人來做朋友 藉此來抬高自己的地位 掩蓋自己的自卑 所以 很多時候 自大的人 都皆因自卑 大家留意一下身邊的人 其實你細心留意的話 很多自大的人 其實他內心都是自卑 因為他人自卑 他就要不停做些東西 去證明自己是可以的 但是他自卑 不代表那個人的能力差 就是你好像看到 張顯忠 或者他的 原型人物周海良 他的IQ是127 即是他是一個聰明的人 自卑只不過是他性格上的缺陷 自卑的人通常都很喜歡在他的生命裏面 找一些成功感 以及當他不停地找東西去證明自己是成功的時候 他可能會不停地嘗試去做一些東西去挑戰自己 就像張顯忠一樣 他會嘗試去 Casting 3D 肉蒲團 甚至乎他是嘗試去殺自己的父母 所以可見到這些自卑的人 只要一旦他成功造成了一件事 他們就會覺得你們不是看不起我的嗎 你們這些正常人不是看不起我的嗎 覺得我什麼都做不到的嗎 但我現在做到一些大事 我做到一些你們做不到的事 一個你們這麼看不起的垃圾 都可以做到一些你們做不到的事 那你們是不是比我更加沒用呀 所以這些人就會由自卑慢慢變成自大 但相反 亦有一些人會由自卑 嘗試去做一些東西去證明自己 但又做不成 永劫輪迴地跌回在一個自卑的循環 那這些人就會慢慢 不再將那些挑戰 付諸實行 因為現實中他是覺得自己不可能做到 他就會在他的幻想裏 補完自己 可以成功做到一些大事 那很多時候 這些人就會變成 想就威 做就欺 他們都同樣會變得自大 因為他們的成功感 是來自他們的幻想裏 不是來自現實中 達成到某一種目標 就好像張顯宗自卑那一幕 完美地表達了 他原本 就是想自變 但想起他以前做3D肉圖團試鏡的時候 說就說得很威 又說對三級片好瞭解又成 但真的實戰的時候就醜態白出 對比如果他真的自變的話 我想他幻想中的自己會在法庭上 威風白面 好像一場表演 所以這個位導演就用了他扮希特拉來做比喻 因為他做希特拉的時候 正正就是他在心裡 幻想自己做到一些大事在打飛機 但實際上做出來的效果就好像跟他試鏡一樣 醜態白出 所以他這種自大的人就會停留在他一路做 一路失敗 但失敗了之後 他就不再在現實之中去達成某一些目標 轉而 他在幻想世界純粹滿足了自己的成功感就算了 他這種成功感滿足了之後 他認為自己真的做到 他心理上做到 所以他就會變成自大了 但實際上 他實際的技能沒有得到level up 所以他的自信心他的內心就越來越膨脹 但他實際的技能 是追不上他一種膨脹的速度 甚至乎他實際的技能是每況愈下 另外一個主要角色就是飾演唐文琦的麥佩東 老實說這兩個男主角的演技 我都分不出究竟哪一個好一點 因為兩個都一樣的好 我想有某部分人會覺得麥佩東是演得好一點 我想主要是因為麥佩東在那個 肢體動作和他的外形上面 是可以再貼近一些他的圓形人物 如果說楊偉倫是演活了一個天才 麥佩東又完美地演繹了一個白癡 他兩個的演繹剛剛是成為了一個對立面 我個人認為 某程度上來講 唐文琦這個角色其實是比張顯忠更加難演 因為張顯忠他的難演是在於 他對自己的內在認知和世人對他的看法 存在著分歧 即是說他自我中心太膨脹 雖然他是聰明 但其實他沒有他想得那麼聰明 而且由頭到尾張顯忠都是只有一個版本的角色 即是電影開頭是怎樣呢 整套戲遠的時候這個角色都是一樣的 但麥佩東所飾演的唐文琦 其實大家有細心留意的話 電影中分別是出現了三個不同版本的唐文琦 第一個 是會計可以考到Level 2和前女友口中 覺得他好就得人 很容易受人疏擺 連螞蟻都不敢踩死一隻唐文琦 第二個 就是張顯忠口中說有份殺人的唐文琦 在張顯忠口中這個版本的唐文琦是有份殺他父母的 甚至乎整宗兇案是由唐文琦提出要殺他父母 在大排檔那段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唐文琦也不是他說得那麼蠢 首先其實他也是會去叫雞 就不是我們想到他是低能或者是沒有七情六欲的人 第二就是他疏敗在張顯忠 反正都是要死為什麼不去殺人 這個版本的唐文琦其實顯得比較邪惡 但這種邪惡就包在他那個傻傻的外表裡面 同樣在茶餐廳那段這個版本的唐文琦有說過 你想一下 你一直在屌那隻雞 一直在殺他 幾個人 三個版本的唐文琦以這個版本的唐文琦是最邪惡的 最後一個版本就是他自己口供所說的版本 而這個版本會給人感覺他其實是一個聰明人 只不過在裝傻 包括他說警方的第七份口供 其實是警方逼他才這麼說的 另外一個位就是先前他同意在MSN上面找到他和張顯忠的殺人大計留言 之後他就推翻不承認這份口供 還說他對裡面所說的東西是完全不知情的 即使這部電腦其實是他的 以及這份口供是雙方律師同意口供來的 他都可以自己推翻自己 甚至乎他說張顯忠在他家裡殺人 他是完全不知情 還發脾氣地說你們屈我啦屈我啦我OK的 這個版本的唐文琦其實他是深知到張顯忠是有殺人的 甚至乎他自己是有份殺人或者他是有份分屍 但是他知道證據上其實是沒辦法證實到他有份殺人 所以他就在裝傻 所以最後一個版本的唐文琦是裝傻的唐文琦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密佩東所飾演的唐文琦這個角色 其實是有三個版本的 第一個版本就是善能 第二個版本就是邪惡 第三個版本就是裝傻 而且密佩東有一個非常之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飾演出的唐文琦 是令你分不到他什麼時候是真傻還是什麼時候裝傻呢 因為如果演得太像裝傻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令觀眾知道唐文琦是有份殺人 如果大家有留意劇情的話 我相信是會留意到導演其實是有某一個導向的 想告訴大家唐文琦不是一個這麼簡單的人 但同一時間 電影就是想觀眾作為陪審團的一員 去思考如果你有份去做陪審團的話 你會怎麼看唐文琦這個角色 從而帶出一個反思就是唐文琦究竟有做還是沒有做 所以如果密佩東在某一個部分演得太像裝傻的話 就會令觀眾失去這種反思 所以我覺得密佩東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明知道自己要演到導演劇本中某一個導向 即是其實劇本 是應該隱含了一個元素就是唐文琦其實是裝傻的 但密佩東又不會太著迫去演繹 什麼時候是真傻什麼時候是裝傻 令觀眾就算走出戲院的時候 都在想到底他有沒有份殺人呢 如果說整套戲的前半段是集中講張顯中 如何計劃殺人 那麼整套戲的後半段就是集中講唐文琦這個角色 在不同版本之下 令到整單案件出現一個戲劇性的變化 我想有看到電影的朋友都會覺得密佩東飾演這個智力有問題的角色 無論是外形還是他的肢體動作 甚至乎是他講話的語氣 都很掩活到一個智力比較低下的人所作出的反應 密佩東本人其實是沒有那麼胖的 他是接拍了這個角色之前 為了再接近一些圓形人物的身形 他刻意真胖到200磅以上 所以其實他真人本人只有180磅左右 再加上他那個蒙茶茶的眼鏡 還有他嘴角不知道損了還是爆炸 還有他那個油膩膩的頭 好像整天沒洗過頭 令到他非常之貼近他的圓形角色 謝津奇 唐文琦的圓形角色謝津奇 其實是比較虎背紅腰 他的身是比較壯大 而且他真人其實是有180cm高 還有就是大家不要覺得密佩東 故意說話說得好像小孩子 還有他特意吊高聲來說話 其實他的圓形人物謝津奇 說話的方式 是和戲裏面一模一樣 首先他說話真的好像小孩子 現時上網你可以找到一個片段 是當年2015年 他無罪釋放後接受報紙訪問 他兩個人180cm高 是呀兩個不同 完全變大了 當時他很疼我 有經常帶我去吃我未吃過的東西 然後有經常 他害怕 當時他開完箱之後 他已經是很兇的了 當中可以聽得出謝津奇說話的語氣 真的好像一個小孩子 他說話本身那麼高音跟他高大的身形是完全不合 不理是張顯忠或者唐文奇 其實他們所飾演的角色 都是很需要別人的關注 張顯忠他其實是一個比較主動的人 他很aggressive的要得到其他人的關注 所以你看到他平時說話的語氣都是比較自大 甚至乎在真實世界裡面 一些懲教人員說他入獄之後 在獄中的情況都是一樣那麼自大 而唐文奇這個角色 他也是一個主動的人 但是他是比較passive aggressive 他是需要身邊的人對他的照顧和關注 從他依賴他姐姐的關係可以看得出 同樣的依賴程義傑 一樣發生在他和張顯忠身上 就好像張顯忠其實是他的歌一樣 在第一幕我們可以看到 唐文奇和張顯忠在見宮的時候相遇 唐文奇全身油粒粒又滿身大汗油臭 但仍然得到張顯忠的關注 我都可以很肯定地說 不理是現實中的人物或者是戲中的角色 他們兩個當下的感情都是真的 只不過後面發生了一些無可挽回的事 令到他們在法庭上出現分歧 另一個我覺得會令觀眾眼前一亮的角色 應該就是飾演唐文奇家姐的蝦頭 因為蝦頭在電影或者電視劇上 通常都是飾演一些傻大姐 或者一些喜劇感比較重的角色 而做正劇的話蝦頭其實是比較少的 但是蝦頭其實是一個資深的舞台劇演員 他大部分演的舞台劇其實都是正劇 不是一些搞笑的角色 包括在不久之前上演過的短暫的婚姻 林海峰也有份演這套舞台劇 其實我之前也想去看 不過那段時間我就進不了這個劇院 所以沒辦法 希望他將來再做的時候我會去看一次 我自己就覺得 平時做起劇演員 當他們做正劇的時候 其實是會更加好看的 因為做起劇所需要的技巧 和節奏上的掌握 某程度上來說是比正劇更高的 而且蝦頭在法庭上做的一場戲是一個 非常之重要的場合 因為他的出現和他的演出 直接影響了整班盤審團對唐文奇的看法 這裡想再講多一點 為什麼會做起劇的演員做正劇的時候會更加 出色 就是 其實在我們觀眾眼中的喜劇角色 其實在角色的眼中他是一個悲劇的角色 因為大多數引人發笑的橋段 在於那個角色來說其實都是一個 不幸的事件或者是一個悲劇 所以能夠了解到那個角色的不幸 才是會令到角色有共鳴 再加上這個節奏的掌握 令到觀眾覺得好笑 所以做起劇我個人覺得是難過做正劇很多 最少我個人覺得 所以如果我覺得周星馳他復出 拍正劇的話 應該是會很好看的 有幾個位置我覺得大家是值得留意的 其中有一個就是 因為唐文奇 他從小到大都很需要得到家姐的關愛 他姐姐很自然就成為了一個好像母親的角色 有一場戲是說唐文奇結婚 其實是可以看到飾演姐姐的蝦頭有一個小動作就是他表現到很不開心 就好像媽媽沒有了兒子一樣 由於他對弟弟投放了極大的無愛 所以在劇情上面 姐姐從來沒有懷疑弟弟有沒有殺人 因為在他的角度來說 弟弟是絕對不會做出殺人這些行為 至於有人會說 因為其中有一個場口是說蝦頭 疑似叫唐文奇扮傻 她說你聽姐姐說你就會沒事了 暗示是他教唐文奇在之後的 法庭上 改口功和扮傻 如果他姐姐真的信他沒有殺人的話 又何須教他改口功和扮傻 其實這個位置我想在後面再說一說 因為其實蝦頭去飾演這個角色 做的某一些事情 其實應該蘇玉華那個律師 做的 但是這一部分大家先記住 我在之後的部分是會補完的 另外有一個橋段也說 因為姐姐拍拖疏遠了唐文奇 令唐文奇失去了一個可以依賴的人 所以他才要找一個 給自己依賴的張顯忠來做他朋友 某程度上張顯忠好像他的一位 如他母親已經來找到他 某程度上 listen this 可以說張顯忠是唐文奇的姐姐的 Ostiers 你留意的話 可以看到唐文奇對其他人的依賴性 是重的 我沒有看這部電影之前 很期待遺 Kabili 后来我发现在电影里虾头出场的位置其实并不是那么多 而且重要的场合只有一场就是在法庭上哭哭哭说他弟弟是一个善良的人 绝对不会做出杀人的行为 其实第一次看的时候看到这个位置我是有点失望的 因为如果对比起杨伟伦收放之余的自我中心膨胀和麦佩东 你分不清他什么时候是真傻还是假懵呢? 两者的演技都非常流畅和自然 你找不到任何演戏上的痕迹 反而虾头这个位置我就觉得他有点过分出力和浮夸 所以我第一次看这个场合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失望的 但当我再细心就是我要做这条片我要再思考各个剧情 我发现其实虾头这场戏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有点出力呢? 因为这一场是一场戏中戏来的 因为我们在看虾头在演戏 而虾头这个姐姐的角色在剧情上其实他也是在演戏 有一点我后面会说到的就是其实法庭基本上是一个舞台来的 而虾头他在演戏他在演给谁看呢? 其实就是演给陪审团看 因为家姐他要令到唐文奇没事的话一定要博取陪审团的信任 家姐又不是什么演艺人士 所以要得到陪审团的信任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应该是有点吃力的 所以家姐这个角色在这个位置就演得特别出力了 而虾头的出力不是在演他自己的出力 而是他在演给陪审团看的时候的那种出力 而最后也证实了这个推论是对的 因为他的演出的成功成功扭转了陪审团对唐文奇的看法 令到后期陪审团9人一致裁定 唐文奇谋杀罪名不成立 所以更令我相信这一场戏其实是一场戏中戏 之后我这里想讲一下三位律师 就是苏玉华、林海峰和周文健 这里我会直接称呼他的演员名 其实老实说我对苏玉华的期待是最大的 甚至乎我一入场的时候我对苏玉华的期待其实是比虾头大 因为当年他在TVB做的时候我已经觉得他很好戏 但最后出来可能因为气氛的问题 又或者因为原型人物的问题 因为三个律师里面只有苏玉华这个角色是有原型人物的 虽然周文健也有原型人物 但他的演绎是没有参照原型人物的 而苏玉华这个角色在他的角色设定、背景的时候 他是有参考到他的原型人物的 我自己深信其实这一部戏 是有不少东西受到原型人物的限制 所以限制了苏玉华的发挥 这个限制也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会有些位置是 原本事实上是苏玉华这个角色应该做的 但到了虾头那里 大家记住第二点 我之后会再解释 因为你看这部戏的时候已经知道苏玉华的原型人物 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厉害的律师 据说这个律师也非常之高调的 很享受在美光灯之下受到众人的注视 所以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原型人物会不会是 雍小姐 最后我做资料搜集的时候发现 原来这个苏玉华这个律师角色的原型人物 是一个外国人来的 而这个外国人在处理这宗案件上也非常之厉害的 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有这个律师的能力 而最后令到陪审团9人达到9比0 裁定唐文奇是无罪释放的 就是唐文奇的原型人物 但在电影里面 这个律师的厉害之处 反而又没有放在苏玉华上面 即是这个角色上面 而放在虾头上面 这一点我是觉得有点比较可惜的 不过我也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而林海峰这个律师角色其实跟我预期一样 虽然我之前在其他的导演访问已经知道 因为在电影里面 张显忠这个角色实在太过自大了 所以必须要找另一个人在气势上 是完全压制他的 要找一个人串过去 甚至乎是看得穿张显忠这个人 如果单凭是醒目这一点 其实林海峰是完全做得到的 但是我仍然会觉得林海峰的吊性 和电影 其实就不太夹 不过单凭功能上的演绎上 其实林海峰是绝对做得到串嘴和醒目这个角色 林海峰作为要压制张显忠这个角色 甚至乎是比张显忠更加了解他自己 某些张显忠需要说出口的说话 其实不是由杨伟论去说 反而是由林海峰这个角色 代替他说出他心中想说的说话 以及某些位林海峰的醒目 其实是揭穿了唐文琦真实本来的面貌 因为有个位他说 他说唐文琦利用自杀这件事 令到大家内疚 然后其他人就会帮他做事 林海峰觉得唐文琦 其实他很聪明 懂得以退为进 以弱者为优势 反败为胜 假设如果你相信唐文琦有份杀人 显得林海峰这个角色 是有一种特别的能力 他可以看穿其他人的心里 不单可以看穿张显忠 他心里的那股自大和想说的东西 另外他也看得出唐文琦 假设他没有杀人 假设他真的有杀人 最后周文健这个角色 我觉得他完全合得他所演绎的律师人物 因为原本的律师人物都是一个西人 不过周文健这个角色 就不是用那个西人律师来做圆形人物 只是刚好两者 都是讲英文很流利 就是一个是西人 周文健又外国回来 而周文健用英文讲对白上 亦都非常得心应手 这一点应该就跟这个毒舌大藏 王敏德同出一切 就是你找一个讲英文很厉害的香港演员来做 都说不出他们那种语调 态度 和那种口音 因为好像周文健和王敏德 天生出来就是讲英文讲得那么好 那你没得跟他亏 和一般我们认为没有演技的演员 其实可能是受到他的语言限制 因为其实你看看王敏德 他在毒舌大藏上面讲的几句英文 其实那时候他很有气 但是你叫他讲广东话 他又完全没有气 所以我觉得其实某程度上 某些我们觉得 武器的外国演员 其实只不过是受到语言上的限制 还有一个位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周文健飾演的主控官 开头才是真真正正想装死两个当事人的律师 而苏玉华和林海峰 其实是各自代表一个当事人 因为林海峰是代表张显忠 苏玉华是代表唐文奇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就呈现了一个二对一的情况 就是两位辩护律师对一位主控官 虽然主控官旁边也有一个龙小菌 就是帮帮手 但是最主要都是周文健一个人 去对两个律师 随着这个剧情的变化 又会变成另外一种二对一 因为林海峰发现 其实唐文奇有份参与案件 开头 就由苏玉华加林海峰对周文健 但最后就演变成 林海峰加周文健对苏玉华 这种故事方式和故事的走向 是有点新鲜感的 因为一开始都会以为苏玉华加林海峰 对周文健是会一直打到尾 谁知道到中间林海峰竟然 调转枪头和周文健一起对苏玉华 这种调转枪头的方式 其实都很适合林海峰 实现这个狡猾律师的性格 还有这个位置都想讲讲陪审团 电影就很细心 加入了很多 平时法庭戏没有的情节 比如以前 法庭戏基本上都很少讲陪审团制度 在正义回笼里面 他就简单介绍了法庭是怎么选 这个陪审团来审理案件 首先法庭会简介陪审团的制度 之后再由法官逐个叫出来 问双方律师对陪审员有没有意见 其实一般来说都很难抗拒去做陪审员 除非你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理由 而陪审团制度也都彰显了整个司法制度的公正性 即使是法官其实他都没有资格去判定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 他只可以由陪审团得出的结果去裁判相关的人士应该要负责的责任 在陪审团选这个陪审团主席那里 其实单单五分钟就已经很精彩地交代了每一个人的性格 有哪些人想做事有哪些人不想做事有哪些人是缩骨 有一些哲学人有些年轻人有些修成期大叔 陪审团的组成其实正正是社会的缩影 九个陪审员他的逻辑思考都各有不同 成长环境和所趋身的价值观 亦都体现到他们怎样对这件案的分析 和将近年的世代之争修成期和年轻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放进去 因为这部电影讲的时代应该是2015年左右 19年之前 当时的世代之争就没那么白热化 所以其实导演都将一些近年的东西放进一部电影里 因为九个陪审团的性格和背景都各异 总有些人是看得顺眼有些人是看得不顺眼的 另外电影里面就带出了另外一个陪审团的反思 陪审团里面的每一位 是不是都很认真地去看待和审视的案件 从张显忠被判谋杀罪名成立8比1 张显忠明明最正确作是有杀人的 他和唐文奇不同 因为唐文奇又没有杀人 其实在证据上是值得商榷的 但张显忠很明显他就有杀人了 为什么还会有人投出反对的一票呢 这个位置我就想讲一下电影特别的场合 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有好几个场合都非常之特别 甚至是过去的侦探片或者法庭片都比较少见 我相信各位很有印象都是一些超现实的场景 就是将一些疑犯、陪审员和律师 放在一个非法庭的场景里面去讨论案件 甚至他们会一起回到这个案发现场 这几个超现实的场景处理得非常之好 所以我觉得电影有时候不需要一些很庞大的资金才拍得出好电影 有时反而动下脑筋有些创意令到电影有一些意上不到的效果 例如就有一个位在法庭上讲回这个案发经过的画面 拍着张显忠一直如何设置他父母 但同一时间他口说的对白 就是他当时向警方招应的口供 将两个原本要分开拍的场合放在同一个场合 即是画面就案件重演 但是对白就是警方的口供 这个拍摄手法我认为之前真的比较少见 以往的法庭电影或者偵探电影里面 当律师向证人发问问题的时候 画面小不免都会幻想当时案发的情况 但是这部电影就直接将疑犯和律师放在作工的情景里面 我自己个人觉得是挺新鲜的 另外一个画面另外我觉得挺惊喜的就是 片里面飾演表姐的庄稳程做证人的时候 整个画面有一个长方形的灯光打到庄稳程的眼睛 配合表姐这个角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就令我想起一个长方形的灯光就好像教会里面的告解室 人们进去告解室向神父告解的时候 一般其他电影都会有一个长方形格子的光 是可以透进去告解室里面 以往拍告解场面的时候 一般都会做到像现在电影 有一个长方形的光打到角色的双眼位 只不过以往的电影 告解的人是会坐在告解室里面 而这次导演就直接将整个法庭 变成一个大型的告解室 这个技巧我说真的没见过 令我相当惊喜 还有一个超现实的场合 就是苏玉华 请唐文奇作工的时候 画面会去大角咀唐文奇回家 发现门口有一张炮房纸 即是张显忠带了女孩上来 同一时间苏玉华就在旁边的走廊走出来 令到本来应该是法庭审问唐文奇的一个场合 突然之间回到大角咀 还有一个画面就是 唐文奇说张显忠会带她吃牛扒 但是同一时间苏玉华又会坐在他们斜对面一起吃 这个画面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亦有一种舞台剧的感觉 另外一个不得不说的超现实场合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讨论的 就是大排档果幕 这一场戏就集合了双方的辩护律师 九个陪审员和两个疑犯 如果有细心留意的话 其实他们角色的摆位 是跟在法庭上 即是九个陪审员坐最后面 两个疑犯坐在一起 好像他们在犯人难里面 而他们的辩护律师是会在他们后面走出来的 其中一个导演访问就说 其实这个想法是参考至另外一部外国电影的 那部外国电影的故事就说 因为他们没有场地去讨论案件 所以就去了一间学校 从而就啟发到导演 安排所有角色在法庭以外的一个超现实场地 令到一些原本现实没可能发生的事 在超现实场景里面发生 还有就是大排档这一幕 无论是人的摆位 和出场的方式 还有灯光 都非常有舞台剧的效果 我觉得导演除了受到另外一部外国电影影响之下 启发他将所有角色放在一个超现实场景之外 我觉得这种做法其实也非常贴近舞台剧的做法 因为这次这部电影其实也有很多舞台剧界的演员 而舞台剧场景其实不可能经常转 所以通常舞台剧都会安排一些角色 尽量在限制的场景里面演出 所以我觉得这种超现实的拍法 其实也是受到舞台剧的影响 还有一个挺出色的位 就是苏玉华在大排档出场的时候 他在大排档左手边拿着一杯柠檬茶 慢慢走出来 也拉近了他们在茶餐厅这个场景的感觉 同时一个律师在大排档拿着柠檬茶 但是在讨论这个案情 这个场景真的超级梦幻 根据一些访问苏玉华说本来没有柠檬茶的音乐 就是张显忠和唐文奇说 他30岁的时候就会自杀死 所以唐文奇就跟他说 反正都是死 不如带多几个人下去 唐文奇都说他很想试试杀人的感觉 如果今次的计划成功的话 他就会回大陆捉鸡鸡然后杀死他 然后唐文奇就说 你想想 你一直吵他 一直杀他 多爽 而最巧美的地方就是 建议杀多几个人这句对白 是分别由唐文奇演绎一次 然后再由张显忠演绎一次 成功令到观众不知道事实究竟是哪个讲才对 完美地造就了一件裸身门事件 到最后陪审团入到房去投票 究竟张显忠和唐文奇有没有罪 这里亦都用了一个手法就是 张显忠就坐在房间的中间 而陪审团就一路走一路读出那张票是有罪还是无罪 这些一连串的手法其实在以往的 电影 如果在画面上来说真的很少见到 真的很舞台剧式的表现 还有在一些导演访问 导演自己也有说过 因为法庭戏经常在同一个环境之下 很容易会令观众闷 所以导演就用了很多不同的天气 令到法庭的环境有所改变 例如行雷落雨 和刚才说过那个 高解室的长方形格子的效果 陪审团又会一起去到案发现场 令到整套戏 不单止只有一个环境 这一部分我就会讲一下 电影和真实事件 究竟有什么地方是一模一样 因为其实当初我看这一部电影 即是未做资料搜集 未看这一宗案情的时候 其实我以为电影里面有很多是戏剧效果 包括里面 唐文奇说识我识我识我 我OK的路 我以为是戏剧效果 还有一些疑犯上面的反应 有一些对白 有一些长口 我以为是电影加进去 令到整个戏剧性比较丰富的情节 但是当我做这条片做资料搜集 即是去看回整宗案的案情 包括某些人去讲回当时法庭上的疑犯 和律师的表现的时候 就发现原来其实整部电影 是有意想不到这么多的地方 是跟现实案件一模一样的 这里我就会抽几个出来讲一讲 其中有一个就是导演访问里面有讲过 当导演做资料搜集的时候 其实是找了很多奇案迷 而这些奇案迷 当年真的有这个法庭去听审 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 就说法庭这一部分 亦都是非常之戏剧性 因为他们看了那么多法庭的听审 其实一般来说 法庭里面的审案 是比我们想象中闷和涌场 即是不会像我们看电影 常常都说什么adjection 然后又找个锤子 就是不会有这些东西 他们说唐文奇的原型人物上庭的时候 他很多时候都会用一些小朋友的语气去回答这个法官和律师 甚至乎在庭上发脾气 这种情况在法庭上是非常之少见的 另外一个跟真实案件有关的就是 张显宗 Casting的时候 他说自己的性经验是绝对足够 并不是一个自大说话 因为在现实里面 张显宗的原型人物周凯良 他真的跟不同的女人发生过性关系 甚至乎有一个大陆的女人是跟他有了小朋友的 但是他之后是从来没见过两母子的 还有当年周凯良的父母失踪之后 其实周凯良没有拍片 有接受传媒的访问 其中有一个位置 他就说 父母喜欢行山 其实他有点想带风向 令人觉得行山是真的会失踪的 会不会行山 例如他两人是失踪 跌下山 因为在这件案发生之前的几年 其实就发生了这个丁丽华 西贡结界事件 我想这件事大家都很耳熟能详 如果香港的观众应该很耳熟能详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就会做一集 神秘学的影片 就是讲这个西贡结界 讲回电影和单案 周凯良当年令人觉得 父母行山失踪 是跟西贡结界 或者普通行山失踪案 是有关联的 还有现实和戏都是一样 其实凶手原本是打算杀了他哥 因为他父母失踪之后 他哥哥突然间对他显出了一份关爱 可能始终都是一家人 所以最后 凶手是决定放过他哥哥 这一点 现实和电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还有就是 刚才也说过 在庭里面 唐文奇曾经有一个很经典的对白 就是说 我可以的 大家以为是一个很戏剧性的对白 是设计对白 但其实事实上 根据一些奇案迷 他看过那个厅审 唐文奇的原型人物 他在庭上 法庭上 他真的这么说 还有就是 电影的前半段 大多数都是讲 讲张显忠怎样去杀他爸爸 但去到电影的中间开始 就集中了在这个法庭戏上 张显忠的演出是比较少 反而唐文奇的演出是比较多 在法庭上 张显忠是比较少对白 甚至乎是没什么对白 但在现实里面 其实 张显忠的原型人物 周海亮 在法庭上 一样都是这么冷静 虽然他是这么自大 自我忠心 但上到法庭的时候 其实他都没什么说 根据听过法庭听审的人说 当唐文奇的原型人物 在法庭上作弓 当他讲出一些弓词的时候 周海亮就会在犯人栏里面 做一些微笑 或者叹气 从而令到这个陪审团 看到他的表现和反应 他想着他这些表情动作和反应 会影响到这个陪审团 对肥仔作弓的真确性 符合了周海亮 喜欢操纵别人的性格 另外一个真实事件 就是其实当时真实案件中 首席陪审员去宣布 唐文奇的原型人物 是否有罪的时候 其实他当下第一下 是说了借俊奇有罪 但后来他才补充自己记错了 他应该是无罪 所以会不会其实当时的陪审团 内心都觉得 唐文奇 就是借俊奇是有罪 只不过在无罪假定的情况下 借俊奇是没有任何的证据 显示他有杀人 所以在无可奈何之下 只可以判他无罪 说到这个位置 我想整部电影的最大争吵点 就是 可能有些人看完这部电影 会觉得 唐文奇是有罪 有些人会觉得唐文奇是无罪 这个位置我会跟大家做一个 真实事件的案件重温 我是不会用电影里面的案发过程 去和大家讨论 我是会用真实事件的案发过程 来和大家讨论 因为虽然我之前有说过 整部电影和真实事件 有8-90%是一样 但他有一些时间点 或者有一些 对白位 其实是改过来的 而且他有一些位置是没有放下去的 所以整部电影其实是有一个走向 想告诉你 唐文奇是有没有杀人的 但我们这里要研究案情 所以这里我就会讲讲 整宗案发的事序 大家就会 再清楚一点 究竟最后这个法庭和陪审员会有这样的判决 是不是真的单凭虾头说的几句对白 几句说话就让整个陪审团 去改变他们的 裁决 还有这里开始 我是 虽然是讲过真实案发 案件的事序和他发生了什么事 但当我讲那些人名的时候 我不会用这个真实事件里面的人名 我也是会用电影的人名 这样是避免名字跳来跳去 一时有借章旗 一时有唐文奇 一时有周海亮 一时有张显忠 所以我就一次性用了 戏里面的名字 就统一一点 就不会跳来跳去 还有有些观众都对那个案情 未必好了解 所以我也是用电影的名字 就会比较好 另外我知道很多听我电影片的观众 很多时候只是听声 不看图片 来到这个位置 如果你是听声的话 记住看一看 螢光幕 因为这里我弄了整个 案发经过的事序 因为这部片电影 常常跳来跳去 令到可能有些观众都会觉得 那个案发的事序 他们不太清楚 这个案发的事序 我是跟回真实情况的案发事序 你们听这一段的时候 可以看一看画面 可以更加帮助你了解 整个案子的前后次序 究竟是怎样发生 哪个位是双方同意 哪个位是双方不同意的口供和案情 时间可以追索到2001年 当年唐文奇就和女朋友分了手 到2003年 当年张显忠就在澳洲留学回香港 到了2006年的时候 两个主角就因为工作而认识 当时是张显忠去请唐文奇做事 即是和电影有点不同 电影就是说他们两个一起去见工 但事实是张显忠 讨论唐文奇请他回去做事 他们两个工作之后 有时都会出去吃饭 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张显忠说话 唐文奇他表示他自己不是那么想出去 但又不敢推 之后张显忠离开了公司 两人依然保持联络 这个位是和唐文奇的口供有点点不同 因为唐文奇那边的口供就是说 张显忠离开了公司之后 他们就没有联络 不过这个就不是太影响案情 同年只有2006年 张显忠就声称他在巴士上 非礼其他女孩 还和他们发生性行为 而2009年至2011年 相对上来说是张显忠比较安定的时候 因为当时他是一份稳定的工作 以及他声称他在大陆是有几个女朋友 其中有一个女朋友还和他有小孩 而2010年 唐文奇就说他在纽西兰认识了一个女孩 但是对方就骗了他的钱 令到唐文奇回到香港之后 尝试在家里自杀 那家姐就及时回到家里抢救 不过 因为唐文奇四料自杀 令到他的老婆永久受损 之后就说他的记忆力变差 但至于唐文奇他本身说话和他的动静 都像一个小朋友 还是因为经过自杀之后才变成现在 好像低低的 是没有提及到的 他的口供只是说因为他自杀 所以令到他的记忆力变差 但没有说令到他的智力下降 去到2012年张显忠就失业 和国内的女朋友就分手了 令到他产生这个自杀的念头 还有之前有说过他在大陆那里有 女朋友和他有小孩 自从分手之后就没有见过对方 去到2012年的9月开始进入那个案情 张显忠就向唐文奇说自己 炒股票欠下巨债 但是家人又不肯买房帮他还债 他感到身无可戀而想自杀 在张显忠的口供里面他说 他说唐文奇建议 既然自杀不如杀人 本来他们的计划是在深圳那里进行的 但他说唐文奇最后提出 是在香港那里行空 这一点也和唐文奇的版本是不同的 去到2012年10月16日 张显忠就和唐文奇说要买很多东西 包括化学日品 工业眼罩和手套 去到2013年的2月25日 唐文奇就和他的朋友说 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要搞单大事 叫他的朋友就不要联络他 也不要管太多 整宗案来到3月1日到3月4日 这段期间是最关键的 不单只是案发那几天 还要是双方的口供都有出入 双方都不同意对方所说口供里面的案情 分别这里就会有张显忠版本 和唐文奇版本 这个位置我会各自讲下他们的口供 讲出3月1日到3月4日他们究竟是做了什么 这里我首先讲讲张显忠 他双方不同意案情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2013年的3月1日 案发当日张显忠声称和父母在朗豪坊喝完茶之后 父母就搭这个直通吧去内地玩几天 但就没有交代目的地之后就失踪 但事实警方翻查过当日朗豪坊茶楼的闭路电视 是并没有发现三人的 而事实就是2013年3月1日 张显忠就骗他父母去到大角咀海兴大厦的堂楼 就和唐文奇一起杀害他的父母 在张显忠的口供里面说 由于当时情况混乱 本来是张显忠杀他父母 唐文奇就杀他母亲 张显忠就和他父亲糾纏的时候就跌落地 唐文奇就过来帮手 谁知道就误伤了张显忠的大腿和手指 然后再由唐文奇 刺死他父母 之后 张显忠就去玛丽医院求医 再去服装店买了一条裤子换了染血的牛仔裤 之后才回到他西环的家 张显忠他声称他在3月4日才回到案发现场 而唐文奇在那几天已经肢解好尸体 还将尸体放入冰箱和防潮箱 之后再过几天 张显忠才回到案发现场处理尸体 而当时 尸体已经变色和传出臭味了 所以他们就把那些尸体拿到海边 扔掉 但是扔下海又会浮起 所以他们就商量用水泥去藏尸 或者扮成厨余丢了他 另外亦都发现张显忠的杀人笔记 上面就记录了弃师方法 还有在现场找到一些电话卡有一半是属于张显忠 另一半是属于唐文奇 方便他们犯案的时候使用 而每张电话卡只可以用一个月 所有的电话卡和杀人的刀都是唐文奇去买的 而出钱的就是张显忠 来到3月2日张显忠的哥哥就发现父母不见了 张显忠就声称 和父母在朗豪坊喝完茶后 父母便会坐直通巴去内地玩几天 但没有交代目的地 3月2日和3月3日张显忠同意他有出街 但他没有同意他有回大角咀 即是说3月2日和3日 他完全没有回大角咀处理尸体 3月4日张显忠终于回大角咀处理尸体 还声称是和唐文奇一起处理 这个位置开始双方所描述的案情开始吻合 因为唐文奇那边都是说3月4日他有和张显忠一起处理尸体 但分别在于 张显忠说唐文奇过去的三天都是自己处理尸体 这部分我会讲一下3月1日到3月4日 唐文奇那边的口供 因为这里是双方都不同意的案情 即是两边所说的口供是合同的 唐文奇这边 2013年3月1日 其实早几天之前 张显忠已经要求唐文奇离开单位 因为张显忠租唐文奇的单位其中一个目的就是 做炮房 即是他会带女生去博物 他上去之前就会在单位门口贴一张炮房纸 贴了炮房纸 所以唐文奇就不要回去阻止他博物 所以3月1日唐文奇很早就离开单位 直到当晚7点半他才回到家 而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也没有发现家里有任何的异样 3月2日和3月3日都是因为贴了炮房纸 所以唐文奇很早就离开了家 但是这两天就没有说他几点回到家 同时唐文奇表示他知道这两天张显忠是有回过家 但他每次回家的时候他都会锁门 所以不知道张显忠在房里面是在做什么 去到3月4日这日 因为同样有炮房纸的关系 所以唐文奇很早就出了门口 直到7点半才回到家 而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大股消毒药水味 和漂白水味 张显忠为什么 张显忠说有老鼠 接着最后就带了他入房 给他看了一些人体的残肢 并且 张显忠要求 唐文奇一起帮他处理人体残肢 还要脅他跟他说我见过你妈的 因为唐文奇担心妈妈的安全 所以唯有遵从张显忠的指示 但张显忠一直都没有表明死者就是他父母的 直到唐文奇在电视看到 张显忠的父母失踪 他才意识到原来死者就是他父母 所以如果以这个位置来看 其实看得出唐文奇真的不是笨 起码他有一定程度的洞察力 唐文奇表示 张显忠曾经给他包过两件残肢 但他包了几下就吐了 所以由张显忠继续去处理残肢 还有就是他们两个一起踩单车去海边 把残肢扔下海 甚至 张显忠要求唐文奇把残肢扔回内地 还说如果有人发现的话 说这些是腊肉 这个处理残肢的情况是直到15号张显忠被捕 而这段期间唐文奇就解释 张显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他没有杀人 所以他在猜馆里面总共六个六份口供 那六份口供都坚持他没有杀人 但是第七份口供他就改口承认有杀人 而在第七份口供里面他声称 他和张显忠一人杀了一个人 而唐文奇就负责杀那个男人 并且肢解和处理尸体 这个位置又和张显忠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就是张显忠的口供是说 张显忠他是杀爸爸 而唐文奇是杀妈妈 但在唐文奇的口供里面 他说他自己是杀爸爸 所以这个位置是有冲突的 来到3月7日 张显忠两兄弟和他哥哥就去警署报警 3月7日之后他们就在Facebook开了一个叫做失踪的爸爸妈妈专业 这是张显忠声称为了找他爸爸妈妈而开的Facebook专业 去到2013年3月12日 警方查到其实两兄弟的父母是并没有出境记录的 回查两兄弟父母的房间 发现两个人的passport都在家 但就不见了回向证 再检查他们父母的银行户口 没有发现有异常的资金流动 如果他们是避劫或者绑架 他们的银行户口应该是被人盗用的 但当时警方的查证很明显证实是没有 去到3月13日 警方再向张显忠六后宫 可能张显忠也开始感觉到有压力 他就开始带警方游花园 他开始胡说话 就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重新说一次 例如说他父母在他小时候常常吵架 差点离婚但最后没来 还有他父母不让他做他想做的事 因为 张显忠身材很小的 但其实他小时候很想打篮球 他就说他父母不让他打篮球 就要他学琴 所以就搞到他日后就很小的 就被人歧视 又被一些黑鬼打 又被同学歧视 令到他自卑 他就归咎于他整个人的人生的失败 就是其实来自他父母 还有就是张显忠他说他自己和他哥哥的关系 就不算太好 去到3月14日 张显忠就接受苹果日报的动新闻采访 就声称父母失踪 其后报道就得到其他报纸的转载 并得到香港市民广泛的关注 但在同一天 张显忠就在他的WhatsApp铁拳骨里面 跟他打机的朋友透露自己杀了自己父母 他的打机班就在夜晚通知警方有关消息 同日 同日张显忠也向他表姐表示自己杀了他的父母 应该是跟他 3月13日落口供的时候有关 因为他可能觉得警方开始怀疑自己 感觉到有少少压力 所以知道这件事其实瞒不住 一方面就向这个铁拳的打机朋友 透露 另一方面就向自己 表姐透露自己杀了父母 3月15日警方就去到西刑盘 张显忠的住宅单位 拘捕张显忠 因为警方认为张显忠的口供有很多矛盾位 而同日警方和张显忠落口供的时候 知道尸体在大角嘴的单位 所以就去搜查 但当他们进入房间的时候 完全没有发现有臭味 反而有一种消毒药水和一些清香的气味 我想就是电影一开始说有分衣草的气味 而警方在其中一间房间就发现有些胶箱里面有些臭丸、除臭剂、盐和人体残枝 另外一间房间就发现有两个雪柜 两个雪柜同样是载着一些人体的残枝和人头 还有一个房间里面有超过600个塑胶饭盒 另外 唐文琦的床底下就发现一些杀人的笔记包括如何放血 如何去买一些物件的清单 还有还有男死者其中一个银行户口号码 所以警方就同时在同单位里面拘捕唐文琦 那整宗案的事序讲完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怎样看 可能大家仍然有些人会觉得唐文琦无罪 有些人会觉得他有罪 假设你觉得唐文琦有罪 而他又被无罪释放的话 可能你会觉得很惊讶 究竟当时的法庭和陪审团是怎样判的呢 而在电影其实是没有交代到这一部分 因为电影的转节点可能有两个位 第一个位就是欺负他哭苦哭忽 然后陪审团觉得唐文琦很凄凉 另外可能就是叶韵怡曾经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以及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所以这两点应该就是电影解释 为什么最后唐文琦是无罪释放的 但而在真实的案件里面 其实真真正正令到唐文琦的原型人物 借尊奇无罪释放 其实是他的辩护律师 因为近乎很多这个辩护律师的反驳位 在电影里面是完全没有拍到出来的 我觉得如果将这些 律师反驳位放入苏玉华这个角色 其实整个角色是会再出众一点 因为如果大家有看一些山剪片段的话 其实也好说苏玉华这个角色 很擅长在一些事物里面 找到当中的破绽和灰色地带 再加以利用 以及扭转陪审团对唐文琦的看法 应该是要放入苏玉华这个角色里面 我自己也看过当时这个律师的反驳位 我都觉得这个律师是挺厉害的 以及是 真的因为有这个律师才令到 整个案子出现这样的结果 我就抽了其中几个唐文琦的无罪关键出来 第一个就是唐文琦在3月2号和3月3号 虽然同一个尸体同住一室 但他说他不知道有尸体在他的屋里面 律师的解释就是 虽然同一时间有两个冰箱 但其实这两个冰箱 不是放在厨房里面 而是放在另一间房里面 而那间房的房门是关闭的 所以唐文琦不知道里面有两个冰箱 冰箱里面有两个尸体 也是很正常的 而且那两个冰箱和600个塑胶饭盒 是对应 张显忠之前曾经跟唐文琦说过 他是想开这个烤肉店 所以那些工具是为了将来开烤肉店而准备 而且唐文琦认为 那两个冰箱只是买回来做准备 是没有插到电 所以律师就认为 唐文琦对于两个冰箱里面 有人体残肢不知情是合理 另外一个律师认为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 张显忠的口供里面 是说 唐文琦怂恿他杀他父母 这个桥段电影里面也有 就是说 反正都是杀人 不如杀多几个人 而唐文琦的律师就指出 整句说话的语气 更加像是 张显忠这些 自信心那么高的人说 而不像唐文琦本人会说出这些说话 再加上张显忠自信那么高 自信心那么强的人 没理由会对自信明显较低的人 言听计从 这样是不符合两个人的性格设定 而且IQ只有80多的唐文琦 又不可能插入这么周密的杀人计划 他认为是不可能的 和律师的第三个反驳位 在处理尸体方面 根据两个人的口供 3月2日和3月3日 两个人都不是一起处理尸体 即是张显忠就说是唐文琦自己处理尸体 而唐文琦的口供就是 张显忠自己一个处理尸体 但官乎处理尸体的细心程度和手法 很明显是一个智商较高的人 才做得到 即是说律师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反驳点 都是主要集中在唐文琦的智商比较低 即是说他愚蠢 而第四个反驳点就是 之前 双方同意案情的其中一个点 就是说警方在唐文琦的家里 搜到有部电脑 电脑里面的MSN 是找到他和张显忠 在杀人之前 策划这个杀人计划 包括要买什么 以及包括要怎么去做 而这一点后来唐文琦 是反驳不认的 虽然他是同意了案情 即是他向律师同意了案情 但唐文琦他反驳是说 那些和张显忠的沟通 并不是他写的 那这位唐文琦的律师又如何和他拆呢 他就是说唐文琦是同意 警方在他家里找到那部电脑 亦都同意那个MSN是属于他的 但是他并没有同意 MSN的内容 是属于唐文琦亲自和张显忠的沟通 据说当时的法官和主控官 听到唐文琦的辩护律师这样说 都打了个凸 我相信这个位可能是有点程序上的出错 因为大家知道法律上的文件每一件事都要写得很清楚 可能当时那份文件 他只是写了 在唐文琦的家里找到电脑和MSN是属于他 但是写漏了 那些MSN的内容对话 是唐文琦承认 是他自己和张显忠沟通的时候说的 因为很正常的嘛 大家在家里找到这部电脑里面有MSN 很自然就会想那些MSN的内容 应该是那个当事人打的 但是法律就是这么死的 就是你每一句都要写清写错的 如果你没有写清楚这些对话是当时 两个当事人沟通的时候亲自打出来的话 那这个位置就可能有个漏洞了 所以就被唐文琦的律师捉到 虽然唐文琦认了电脑是他 但是他没有认过那些对话是他亲自打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当时那个主控官和法官 勾了嘴的位置 就是在法庭文件上面 他真的没有承认那些对话是他打出来的 他只是承认那个电脑和MSN是他 据说之后还有跟唐文琦说道歉的 因为在文件上面真的没有写明 那些MSN是唐文琦亲自打的 就被律师找到一个这样的漏洞 不过你信不信也好 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 所以就算有一丁点移基率 真的不是唐文琦打出来 疑点利益都是归于他的 那就是一个唐文琦的第五个无罪关键 就是警方用了Course Serving 就间接令到唐文琦的第七份口供的可信性 大大下降了 因为如果唐文琦的第七份口供 承认他有杀人 而他说得出只有凶手才知道的资讯 第七份口供就足以证明肥仔真的有份杀人 但因为警方用了Course Serving 他们就被张显忠承认杀人 和当中的动机手法的资讯 让唐文琦知道章显忠是怎样杀人 所以归出的第七份口供 是没办法得到唐文琦所知道的 行空独有资讯 因为他归出的口供全部都可以在章显忠那边抄来的 令到唐文琦的第七份口供的可信性大大下降了 虽然他在第七份口供里承认了有杀人 说完唐文琦的律师是有什么关键位 令到陪审团相信唐文琦是无罪之后呢 其实研究过整个案情之后 我认为是有一些疑点和反驳位 第一事实上唐文琦这个角色 虽然经常说他的智商只有89 但根据測量智商的位置量表的定义 80-89分之内 其实他的智力水平只不过是比平常人低一级 即是说他的智力是普通人最低的水平 其实他只不过是比普通人蠢一点 如果是弱智的话他的分数只会得69分 所以唐文琦的智商足足是比弱智高了20分 所以由这一点可以推断唐文琦并不是弱智 而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可以在戏里取得会计level2的程度 虽然他的智力未必有能力可以策划整宗杀人浪剑 但以他的智力是不是有能力可以在作弓的时候扮傻呢 又或者以他的智力其实是不是都可以有能力处理到分屍呢 以及他会不会知道自己做什么动作说什么 是会引起陪审团的同情呢 在套戏里面也有说 一个人扮聪明其实是很难 因为你是一个笨人你扮再聪明的人其实是很难 但一个聪明的人扮聪其实是很容易的 另外之前有一个位置就是唐文琦的无罪关键当中 有一点就是 既然都是要杀人不如杀多几个 这句话说出来的语气 是比较像 张显宗讲 不是像唐文琦讲 我不知道当时这个位置能否支持到陪审团 但我自己个人就认为 这个完全是一个推测来的 不是一个实证来的 你觉得那个人的性格更合乎是说那句话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推测来的 在这个现实社会里面有很多人 你都是猜不到他会说什么和做什么 有时候你会以为那些人这样做 但事实上他又不会 反过来有些事你以为那个人不会这样做 而他又会 还有第七份口供 唐文琦就和 张显宗的关键证供上有出入 因为 张显宗的口供是说唐文琦杀他妈妈 而张显宗本人是杀他爸爸 但是在唐文琦的第七份口供 他说自己负责 杀张显宗的爸爸 事实上这一点 亦都很符合张显宗的口供里面 他说最后一刀是由唐文琦刺下去他爸爸 杀死他 虽然这一点可以说是Cross Serving 令肥仔知道 张显宗说 尾刀是唐文琦保下去 不过我自己个人推测 如果以张显宗的智商 应该是会考虑到以自己的身形和唐文琦的身形 唐文琦杀男人 而张显宗杀女人 似乎是比较合理 这一点亦都对应了唐文琦自己的口供和张显宗的口供 因为张显宗是比较小的 而唐文琦的原型人物是比较大 有180那么高 而且身形都挺灰雾 如果以张显宗的智商 他应该是会考虑到这一点 就是唐文琦比较大 应该是杀男人 他这么小的应该是杀女人 所以如果第七份口供这个位 不是因为Course Serving 令到第七份口供的可信性大大下降 基本上第七份口供 是符合张显宗的智商 以及双方说的案情也符合 所以这个位亦都是律师好诚 找到一个关键位 就是说警方去Course Serving 令到唐文琦就知道张显宗说他怎样杀人 从而用这个位去推翻第七份口供的可信性 还有一个位是比较有疑点的就是 在唐文琦的口供里面 他说3月2日和3月3日他都是出去了 而这两天 是没有说到他几点回家 3月1日和3月4日就有说他出去了 在7点半才回家 我假设张显宗处理尸体不想让唐文琦知道 即是说他会在唐文琦 回来之前 他就会走了 但在唐文琦3月2日和3月3日的口供 又说张显宗整天回来锁房门 所以不知道他在房里面做什么 我假设唐文琦真的有出去 即是他不在家 其实他应该说不出 张显宗有回来家 然后锁自己在房门 除非3月2日或者3月3日 唐文琦根本就没有出去了 其实他都在单位里面 所以他就知道张显宗有回来 然后锁自己在房门里面 所以3月2日和3月3日 究竟是不是 好像唐文琦一早就出去了呢 我这里是有一个问题的 还有很奇怪的3月2日和3月3日 没有说到唐文琦几点回家 反而3月1日和4月就有说他7点半回家 所以其实由头到尾唐文琦都没有不在场证据 因为其实如果有不在场证据 他就不会被人告上法庭 因为都证明到唐文琦不在现场 即是那时候不在现场 他又怎么会杀人呢 还有没有不在场证据 这下也有点怪的 因为据说他3月1日到3月4日 收到炮房纸之后 他去了旺角和海边 旺角这些人烟囚物的地方 无理由没有闭路电视 虽然是10年前 闭路电视的密度应该是没有这么高的 但如果他记得自己去那边的话 应该都会总有闭路电视拍到他 难道他连自己去那边也不记得 又赖自己 记性差 另外一个有疑点的唐文琦 他之前 买了4把刀 如果真是张显中一个人去杀人的话 要不要买4把刀呢 以及根据这个验尸报告 男死者的颈附近有一个伤口 胸口有一个伤口 而女死者的颈和胸口 都各有一个正面刺入的伤口 这间屋其实就不是很大的 张显宗那么小的身形 他有没有 机会 短时间之内先杀了 母亲 然后再杀父亲呢 而他杀母亲的时候 父亲是不知道 虽然家伙是那么小 除非他带了母亲入房 然后在房间暗杀他 父亲就在厅厅 他杀完母亲再走出厅杀父亲 单纯看这个位置 似是两个人一起杀多个一个人 同一时间杀两个人 还有一个就是 MSN记录的位置 我觉得这个位置很明显 是程序上出错了 所以就算唐文琪他本身是承认了 案情里面 MSN是属于他的 但最后他都可以反驳到 MSN里面说的东西不是属于他 在戏里面 曾经唐文琪有说过 就说会不会那些东西 将显宗去到他家的时候 用他的MSN自己和自己说话 即是章显宗又扮是唐文琪说话 然后又回到家 用自己的币来说话 扮到好像两个人对话 其实全部都是章显宗自己一个人对话 一个人用两个币 这个位置有一个疑点就是 MSN的对话记录 如果你们看回我之前的时间表 是由2012年尾开始就有这些交流 就是说要 买刀呀 要准备一些 什么工具呀 如果肥仔说的东西是真的 即是说章显宗 其实在半年前 大半年前 已经开始自编自导自演 这个位置我是觉得比较open 可能真的有这样的可能 亦可能是没有 只不过我说出 当中有这个疑点 既然唐文琪说 不是他自己回覆章显宗的 MSN 难道章显宗半年前已经自己和自己说话 还有这里我都想说一说 3月1号章显宗原型人物周海亮 那个杀人时间 因为我相信当年很多报道 都是拿着我现在手上这几张图 我先逐张图说一说 现在看到这一张就是章显宗的原型人物 和他父母在西环寓所离开家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是11点19分 之后这张照片就是他们走到大角嘴事发单位 外面有个游站的游站的闭路电视就拍到他们 12点26分就经过 而这一张照片就是讲章显宗的原型人物周海亮 在12点36分就 就到了玛丽医院 因为在戏和在现实都是说 章显宗说唐文琪杀他父母的时候 误伤了他大腿 所以他要去看医生 戏里面也有这个桥段 但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怪 刚才说他12点26分在大角嘴和他父母走到案发的单位 12点36分就是10分钟他已经杀完人 还要在大角嘴回到这个玛丽医院 这个位置我后面会再讲一讲 这一张图就是讲章显宗的原型人物 在16点19分就离开这个玛丽医院 去到16点38分他已经去到这个服装店 买过一条新的裤子 即是换了一条染血的裤子 当年的报道对3月1号这个杀人时间序 是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版本 因为最主要是五张图的时间是对不回 不同的报道都会将这五张图 因应着他们自己的理解而选择来使用 所以有些报道会选择不用油站那张 有些会选择不用玛丽医院12点36分这张 因为最主要是这两张图都对不上时间 我自己个人认为 当中的时序究竟是怎样呢 我认为11点19分他们三个 真的离开了西环的大厦 那官乎他们父母的生活质素 和周海亮平时的 为人 我会觉得其实他们应该是搭的士过去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时间是在Google Map那里抽出来的 我知道有人会说Google Map是不准的 所以我们拿来做参考就可以了 其实可以看到 从西环去大角咀最快 是10-18分钟就去到的 即是我当它最快10分钟 最慢20分钟就可以去到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位置去到大角咀右站的时候 其实不是12点26分 而是11点40分左右 那我假设12点36分 张显忠的原言人物真是到了玛丽医院 那其实搭的士的话 由大角咀去玛丽医院 是大约16分钟左右 因为不管是戏好还是哪里都好 都是说他搭的士 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 他和父母去的时候都是搭的士 因为他走的时候也是搭的士 用16分钟这个时间再推翻前的话 即是说张显忠大概是12点20分 就离开这个大角咀 如果再计回到之前的大角咀的时间 因为我之前推论是11点8 即是说11点8 到12点20分 这里其实最多可以有8个字 即是他的作案时间 可以由最少20分钟 到最长的40分钟 多了20分钟就已经很不同了 因为我知道坊间曾经有一些报道说 张显忠的原言人物 是12点左右离开大角咀的大厦 但这个说法是完全没有图验证的 即是我起码找不到那张图 可能我错的 可能真的有那张图 但我找不到 第二如果是12点离开这个大角咀的话 以他这个搭的士的速度 就不应该12点36分才到马例医院 应该是12点3左右就到马例医院 足足差了20分钟 所以我个人认为的事序是 他和他的父母 11点19分离开西环住所 然后11点36分 至11点40分 就抵达这个大角咀的案发现场 然后当中有40分钟 无论是张显忠一个人犯案 或是他和唐文奇一起犯案 他们都有40分钟时间犯案 所以在这个位置计算了Google 时间不准 又或者当时的交通上有些稽失 他最少是有20分钟 最多是有40分钟时间 被他犯案 之后 张显忠 就在大约12点20分左右 离开大角咀的 案发现场 所以最后他在12点36分 就到了这个马例医院 所以我个人认为 他最少有20分钟到40分钟时间犯案 还有 后面我的推论 是更加佐证他 不止40分钟 假设他真的一个人犯案 而唐文奇真的不知道 他真的要处理尸体 那他那些时间在哪里呢 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一张图 就是说他去这个服装店买褲 就是16点38分 因为马例医院都是西环那边 他没理由买褲突然走到旺角尖沙咀买褲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西环附近买褲 但是他买完褲 报道是说他7点半才回到西环家 即是这里他差不多有三个小时才回到家 他又没有解释到这三个小时他去了哪里 所以这三个小时他又会不会回去案发现场处理尸体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张显忠就有三个小时 加40分钟给他处理尸体 差不多有四个小时了 就不是外奸和戏所说的只有20分钟 这个位置我整个案子又说了一次 而真正正正令到这个唐文奇的原型人物脱罪 就不在于他姐姐 是在于他那个很厉害的律师 我也都cover了 一些疑点我也都cover了 大家一定会问我 其实我是怎样看这件案子的呢 究竟我觉得唐文奇有没有做过呢 我知道有些人看完套戏之后 会觉得唐文奇是有做的 就是因为套戏本身想带出来的讯息 但是说唐文奇是有做的嘛 而坊间有另外一些讨论就是因为 因为套戏里面其实是没有说唐文奇的律师 在真实里面怎样帮唐文奇去翻身 有人会看了这些资料之后 倾向相信唐文奇是没有做的 我自己个人认为 唐文奇其实是有做的 因为你官乎整个案子 你说这尸子在他家里 他又不发现 我觉得不是很说得通的 还有两个人 杀人 应该是更符合 一个人去杀的 因为我前面也说过 如果张显忠他是一个比较高智商的人 其实他应该想到 以自己这么矮小的身形 就不应该杀两个人 这个是此其一 其二就是 如果他有想过身形上这个问题 其实他 张显忠是应该杀 而唐文奇是应该杀 爸爸 这一点 如果这个推测是对的话 其实也都佐证了 张显忠那边的口供 他说最后一刀是唐文奇杀的 而唐文奇的第七份口供 也是说他最后是 他杀爸爸的 所以这一个位 我会觉得是佐证到 两个人一起杀 还有MSN的位置 先前唐文奇他承认了 这个是双方同意案情 最后他又反口 之后再说是 张显忠来他家里的时候 用他的MSN 自己复自己 自编自导自演 这个位置其实也挺戏剧性的 但是你问我 张显忠会不会真的有机会这样做呢 他其实也真的有机会这样做 因为张显忠的智商是比较高 可能真的半年前 已经开始策划 都没顶 但是真真正正 挫他不进 我觉得是有几点的 第一是真的找不到证据 指证他真的有做过 第二就好像林海峰那样说 他很懂利用自己 好像比较蠢的这个优势 将自己的弱点化为优点 令到陪审团觉得 他的智商真是低一点的 是没有可能处理到 这些这么复杂的 杀人计划 但这个位置我前面也反驳过了 就是他的智商 其实只是低过正常人少少 就没去到弱智 所以处理尸体和杀人 其实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但至于你说他能不能策略 一个这么周密的杀人计划呢 我就觉得 只有张显忠才能策略得到 所以主谋仍然是张显忠 他最多都是帮手杀人 最后就是有个很厉害的律师 就是将一些本来是 不利于唐文琪的口供 转为对他们有利的 或者可以这么说 就算他不将那些 不利的口供转为有利 他只要将那些不利的元素 转为比较灰色地带 那就已经对唐文琪是有利了 普通法底下就是 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即你没有 罪证确作 证实他有做的时候 以一般人宁众无枉的心态 要一个人坐冤狱 是比放走一个杀人犯 更加不公义的情况下 唐文琪有那么多 灰色地带 和有利因素底下 所以最终陪审团才一致裁定 9比0 他是无罪释放的 那么我觉得 现实事件来说 这个供楼是完全 归于唐文琪的律师 还有MSN那个位 即是双方同意案情 但之后他又不同意 最后那个律师帮他打脱了 就是说他当事人 就没有同意MSN所说的说话 是由他亲自说的 那么我自己个人认为 MSN这个位 和之前Crossurfing 令到第七份口供无效化 这些就是所谓打程序 而这个位在毒舌大藏里面 王敏德和 谢君豪都有讨论过 究竟是 真相重要一点 还是程序公义重要一点 这个情况都可以套用 在这个唐文琪的律师身上 很明显毒舌大藏的 谢君豪就觉得真相是重要一点 因为他相信中家是有杀人 所以程序公义上 没办法证实到他有杀人 他仍然相信中家真的有杀 但唐文琪这个律师 很明显就是相信这个程序公义 就是 就算他真的觉得唐文琪有杀人 但程序上没办法 肯定他真的有杀 所以疑点利益就归于被告 就应该放过唐文琪 因为你看到整件案的logic 我们不讲这个程序 不讲那些证供 只是讲整件案的logic 整件案的logic 你说肥仔完全又不知道 又没有参与杀人的可能性是极低 但是真的所有的证据里面 应该是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指证 所以在这个位导演其实是不是都想说 法庭其实就好像一个舞台 所有的犯人和律师 其实就是一些演员 因为之前看《毒舌大藏》都有讲过 其实做律师的人 某程度上都有一些表演辱 跟演员是很像的 那会不会就是 在法庭这个舞台上 其实哪一个方面是 perform得好 就是他表演表现得好 他就可以利用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令到一些 本来有做过的人 因为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因为程序 从而透过这些手段去逃脱呢 还有唐文琪究竟有没有扮蠢呢 如果他有扮蠢的话 究竟是哪一个 建议他扮蠢呢 是不是真的他姐姐建议他扮蠢呢 这个位置会留给观众自己去想 所以最终极你问我 喂大大你觉得唐文琪有没有杀人 我会告诉你 研究过整件案来说 Logic上 我不觉得唐文琪是完全没有参与杀人或者策划 即他可能有参与某一个部分 但是法律就不是说Logic 不是说你个不觉得 而是说有没有证据 又真的没有证据显示 助证到他有份杀人或者参与 所以唐文琪其实前面有一个最终极的 无罪关键 我是没有说的 除了律师说得好之外 帮他辩护得好之外 其实最后 陪审团是有问过法官的 法官最后是引导 如果控方没有办法举证 证明 唐文琪当时是在凶案现场的话 那陪审团应该判去无罪 他又说得对啊 因为这是一个终极的谜团 双方都没有证据是找到唐文琪 究竟是在这里 还是不在这里 即是在场证据 和不在场证据 他都没有 所以在这个终极迷团底下 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所以 九个陪审团就判唐文琪 无罪 这一部分我就想讲一下 《正义回朗》这部电影带出来的思考空间 不单只是说唐文琪这个人究竟有没有犯罪 而是透过其他角色 去令到观众思考一个健全 和一个相对 但不是 客观的法律制度有多重要 首先我想讲一下 程序公义这件事 法庭某程度上是一个想表达公义的地方 但内涵人类是一种感情的动物 很多时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决定 是会被自己的感情所左右 所以法律就设计了一个程序 以求可以用一个相对客观 公平 尽量还原一个客观的事实 令到被告可以在一个尽量 但不绝对公平的环境之下 得到一个身辨或者平反的机会 同时以免一些有既定立场 或者有权有势的人 以他们的观点角度去左右法庭判决的结果 透过程序公义 从而可以达到一个尽量 但不是绝对客观的公义或者公道 而这个所谓程序公义 亦都是《毒涉大藏》中 方远山和 王敏德所讨论的问题 因为如果大家还记得 独涉大藏 谢君豪看了王子华那条片 他就认定了中加他真的有杀 但证据上又没办法证明中加他真的有杀人 所以谢君豪他是不是受到感情的影响 而影响了他的判决呢 因为实际上这条片又不可以作为呈堂证供 我之前也有说过 如果在《毒涉大藏》中 谢君豪和王敏德的场口 可以再深入讨论 程序公义这一点 可能其实会更好 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谢君豪的做法和苏玉华的做法 是刚好相反的 因为谢君豪认为中加有做 即使程序上没办法证明他有做 但他情感上觉得中加是有杀人 但苏玉华这边 他可能情感上或者逻辑上 知道肥仔有参与杀人 或者有份计划杀人 但程序上真的找不到一些 最正确作的证据 去指明唐文旗是有杀人 那又再在《毒涉大藏》那边又引申一个问题 就是究竟真相重要一点 还是程序公义重要一点 而法庭究竟是一个追寻真相的地方 还是追寻程序公义的地方 还有这个位置也想说一说 无罪假定 整个电影的物质很明显就是想说 唐文旗是有罪 而且整件事的逻辑也都指明 如果当时真的只有张显忠 一个人犯案的话 时间上应该是处理不了那么多事情 即是他又要杀人 又要处理尸体 而又不让唐文旗发现 理论上应该是不可能的 再加上家里多了两条尸 几天 唐文旗居然都不发现这一点 亦都说不通 但最后亦都一致裁定唐文旗是 谋杀罪名不成立 这一点亦都彰显了普通法里面 无罪假定的重要性 因为普通法里面 他们宁愿放过一个有罪的人 都不愿意冤枉一个 没有犯过案的人 当然有时有些事情是很难说的 虽然明明很多证供的逻辑上 都是推敲到唐文旗有做的 但事实上他真的有可能 完全不知道家里多了两条尸 我们不可以否定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即使是0.1%也好 疑点利益是归于被告 最少决定有罪和无罪是取决于9个陪审团 这9个陪审团是来自不同的背景 而且又各不相识 避免了这9个人是一开始就有同一立场 又或者他们是有同一利害关系 而裁决有罪或无罪也不是取决于法官 而是取决于陪审团 亦都可以避免了法官权力过大 而拥有单一立场 当然有人会反对 因为当你抱有个别立场的时候 你会认为某些人一定是有犯案的 因此你选择将对方0.1%无罪的可能 都完全拋开 完全任行自己的立场 或者喜好 或者利害关系 去判决一个人有罪或无罪 这样是不是又达到你们所说的公义呢 所以在无罪假定下 又没有可能唐文奇真的不知道有两条尸在家 真的有0.1%的机会率可能会这样发生 但事实就是没有实质的证据可以肯定唐文奇是有犯国案 这个也是电影想带出来的讯息 当你有固定的观点或者固定的立场去看一件事的时候 你很自然会觉得对方是有做过 但事实是裁决一个人有做还是没有做是取决于证据 就以唐文奇这个案件为例 基本上是没有实质证据找到唐文奇真的有做 所以陪审团才一致裁定唐文奇是无罪 电影里面也曾经说过 在普通法底下所有人都是无罪假定的 如果要判一个人坐冤獄的话 是比放过一个有罪的人更加不公义 当如果你是陪审团 你放过一个好像唐文奇那样的人 而他大摇大摆走出法庭的时候 你又会觉得其实他可能真的有做过 只是没有证据 这一点才是整套戏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最后我就想说法庭究竟是否一个追寻真相的地方 即使我们听完所有的证据 是否代表我们已经知道事实的全部 其实我们和陪审团一样 只是得到一个相对全面 和相对但又不绝对客观的真相 因为每个人口中里面的真相都可以很不同 法庭就是一个有很多不同的人 很多不同的立场 很多不同的思考的人 聚在一起的地方 正正是因为每个人的立场都不同而引起的真论 令到件事没有执着一边 尽量还原真相 从而是达到一个相对 但又不绝对的公义 而法庭究竟是一个追寻真相的地方 还是只是一个 真相被如何演绎的地方 只要你将你所相信的真相 演绎得比较好和巧妙 就可以令到法官和陪审员相信你那个演绎的真相 才是真相 但事实上这个真相有可能不是事实 这个就是英文true和fact的分别 因为真相是有可能有很多个的 因为每个人身上的主观真相都可能不同 但事实就只有一个 虽然无罪假定和程序公义能够尽量还原一个相对全面 又不绝对的客观真相 但无可奈何地 总会有人利用以上两点 去扭转陪审团和法官对事实的看法 前面我都说过这套戏是运用了很多舞台剧的技巧 其实可不可以引伸到这样说 法庭其实只是一个舞台 法官律师犯人证人 陪审团基本上每个人都很努力地表演 只要谁将故事讲得动听 哪一个就可以令到九个不可发言的陪审团信服 哪一个就是赢家 所以到最后法庭究竟是否追寻真相的地方 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 那说到尾二这一部分 终于去到这个体后感 整套戏的片场是两个钟 但你一点都不会觉得悶 整套戏内容虽然经常讲及同一案件 但电影和导演会用了不同手法的画面呈现给观众看 又或者同一件事由不同的人的角度出发 令到每一次讲及同一件案件同一个案情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全新的看法 而且虽然电影里面的故事时间是2013年 但其实它是混入了很多近两三年香港社会才看得明白的细节 例如市民对警察跪颈有什么看法 又例如新世代和修成期之间的世代之争 所以虽然这套戏是差不多十年前的事 但你都会看得出它有一个近代的时代感 而且我看过一些导演访问 其实本来这套戏的剪接是顺着时间进行的 但这样有一个不好处就是令到观众很慢才能进入正题 而现在电影的成品就是将整套电影不同时间段 就剪在一起 有时候你一开始看到的 反而是结局 而去到后面反而又讲回原因 这样的剪接技巧 就可以很快地令到观众在电影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主题 不过插战有个不好处就是如果功力不够好的话就会令到整套电影的故事就很乱 而且很容易令到观众完全分辨不了整个故事的时间点 以往一些不是顺序剪接的电影通常都会以一个大分段来呈现 例如先做了中间那一部分 之后再做这个开头那一部分 然后解释事件 然后最后才放一个结局 但正义回朗这部电影是将一小段一小段的 戏前后穿插在不同的小段内 这个剪接方法就非常考剪接人员的功力 怎样在插战的情况下故事又不会乱 在这方面我觉得正义回朗做得非常好 虽然整条故事线它不是顺着 再加上不同人有不同的口供讲出不同的故事版本 但也没有令到观众完全不明白这个故事 我觉得如果金像奖的话应该要颁回一个最佳剪接奖给正义回朗的剪接人员 另外就是不得不提电影里面用了很多超现实的场景 这个拍摄方法是正义回朗这部电影给我最冲击的感受 一来以前其他电影其实很少见到用这种方法 就算以前用回忆起案发现场 都单单只是当事人才会在场景里面 但今次他将当时不在场的其他角色都拉进去同一个场景里面 而且他们会做一些不属于当时案发所做的事 例如两个律师会一起讨论案情 又或者被陪审团去审视当时哪一方面的证供是比较有可信性 例如看过这个毒舌大撞都知道 双方律师是要一个人说完事后才到另一个人说话 而导演为了增加这个戏剧效果 令到几个角色可以在现场不停交流 所以又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场景 由于所有角色不再在法庭上 所以做一些法庭不容许做的事 会来得比较没那么突压 亦都可以令到角色和角色之间有更多的互动 令到观众更加投入和剧力大增 另外演员的表演空间可以发挥得更好 例如一场唐文奇他作弓之后 就在家里的场景里面躲在被斗里面哭 而饰演律师的骚弱华就走去安慰他 这些亦都是法庭上没办法做到的 但就可以在超现实的场景里面进行 电影另外一个比较大胆的做法就是 启用了两个很少在香港电影上出现的男演员来做男主角 以前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香港很多一些三四线的电影 很多时候会用一些 名不经存的演员来做主角 虽然这次两位男主角在电影上是新面红 但其实他们是一些资深的舞台剧演员 而且出来的效果亦都证明他们的演技是无用之而那么好的 甚至乎是比一些经常在电影音乐上看到的演员更加好 而且找两个比较三面口的演员来做里面的两个疑犯 无疑是增加了整套戏的真实感 你试想像下如果找一个很出名的明星来做里面的疑犯 你就会觉得很怪了完全投入不了 反而找两个舞台剧演员来做这个角色 你会觉得他们是素人 因为你很少见他 除非你经常看舞台剧 两个男主角优秀的演技 再加上他们的外形 其实都很像圆形人物 所以令到角色的投入度大大增加 而且也要讲一下两位男主角的演技 是令我惊叹的 因为我看过他们的一些访问 现实里面他们讲话的方式和性格 和戏里面是完全不同的 饰演所谓天才的杨伟伦在戏里面的讲话技巧和性格方面 是完全演绎得到原型人物周海亮那种自我中心 而饰演白痴的麦佩东 不单只可以做出三个不同版本的读文旗 而且饰演智力有问题的角色也不会太过over 如果有看过真实原型人物借俊奇的访问片段 你会发现两位演员的演绎 基本上是还原原型人物的性格和讲话方式 再加上同一部电影里面有很多好戏之人 例如虾头和苏玉华 再加上剪接的技巧和超现实场景的处理 令到这部电影成为 我觉得是2022年所有电影里面 最出色的一部 最后我估计观众看完整部电影 大概都感觉到整部电影的故事走向 和导演想表达的 就是唐文旗这个人物为什么会是没罪 而且电影里面所有的情节 都指向唐文旗这个原型人物其实是有罪的 但是在一些导演访问里面 导演自己 当他不停的去 为案件找资料和开拍之后 其实他本人反而越来越相信 唐文旗真的没罪 我估计导演后期找到另外一些资料 而那些资料 应该大部分是来自唐文旗的辩护律师 在庭上的表现 因为我当时看完整部电影的时候 其实我都很自觉认为唐文旗这个人物 应该是有罪的 就是他应该是有杀人的 因为太多证供显示唐文旗 是没有可能知道整个杀人计划 又或者他是完全没有参与其中 但当我找回唐文旗辩护律师 在庭上面的记录就发现 其实这个辩护律师他真的发现到一些 我们认为无可抵赖的证供里面的一些破绽 而这些破绽也都指出了唐文旗的原型人物 有可能是没有牵涉在内 最少是没有证据指明他是有牵涉在内 所以找到一个好律师是有多重要 还有就是电影最后所有角色的后日谈 其实我都挺喜欢 因为他不单止给了一些主要人物ending 连陪审团里面的小人物 他每一个都有说到他们 见案件审判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在其他电影里面是少见的 亦都补养了整个故事里面 每一个人物的完整性 例如林海峰他就说他想接少些案件 不知道香港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想和两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又例如有个修成奇大叔的陪审员 结束之后他们还会一起去吃饭 而那个修成奇大叔就说 97的时候他没有走 他说如果将来香港变得像大陆那样 他就直接回大陆 因为香港也变得和大陆一模一样 还留在香港做什么呢 这些位置都是我之前曾经说过导演将一些近年的社会元素 放入一个2013-2015年的故事里面 想想时间真的觉得很快 原来这样就过了10年 最后我想电影不是想带出一个终极的答案 因为很明显电影里面是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告诉你到底唐文琪是否杀人 而他将这个open ending 交给观众自己判断 假如观众都是盘审团里面的其中一个人 而你们是要判决唐文琪究竟有做还是没有做呢 我相信当时很多观众看完这部电影 走出戏园的时候 都会好像陪審员那样 就想究竟他是有做还是没有做呢 有些人认为他有做 有些人认为他没有做 我觉得这个位置 这部电影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最后导演的下一个目标 听说是想拍这个 荃湾石棺藏丝案 我个人认为 如果导演那么喜欢 去探讨一些争议性的奇案的话 我觉得40年前的 纸合藏丝案就是欧阳炳强 都值得一说 因为当年这宗案也有很多疑点 其实表面证供不足以去拘捕当时的疑犯欧阳炳强 而欧阳炳强在狱中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自己是没有罪 我觉得既然导演真的那么想拍这类型争议性的题材 可以考虑下这个纸合藏丝案 而且讲开又讲 这宗案最奇特的一个地方就是 所谓的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是没有在这宗案里面出现的 最后这个位置我想讲一讲金像像 为什么我这条体后感要现在才推出呢 因为当时我看不到这部电影 就是一些原因 但当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 已经隔了很久了 我前面也有讲过 其实要看这部电影的体后感 或者影评的观众应该就一早看了 如果我在 早一两个月的时候 推出这条片 应该上是不会有什么人看的 而这一部电影 会再次得到一个很高的讨论度 会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金像奖的时候 因为我都很深信 这一部电影 应该是会得到某一些奖 这一部分我就会讲一下 我觉得正义回廊最少 会有机会得到什么奖 首先我觉得其中一个 他最有机会得到的奖 就是最佳电影 那么我们看看 2023年 电影金像奖 最佳电影 是有哪一部电影 是有正义回廊 明日战技 神探大战 扎露微塵 以及 级《级十九岁的我》 录音这里其实我录了两次 因为第一次录音的时候 是说级十九岁的我 是不会入这个最佳电影 但后来 好像金像奖评委 又将它加上去 我本来想说 没有级十九岁的我的情况下 正义回廊都很大机会 是会拿这个最佳电影 但现在又加上去 又有一点 危机 你问我支持哪一部 我当然支持正义回廊 因为级十九岁的我 都没机会看到 等我还坐定领路 想着这个正义回廊 一定拿最佳电影 哎呀 如意算盘打不響 另一个都很肯定正义回廊有份拿的奖 就是最佳女配角 我们看看最佳女配角 是有哪五个 杨斯敏的正义回廊 欧家文的扎露微塵 王远之的泛气攻心 林明禁的泛气攻心 余香盈的袁露山卡 这里也是高下立健 虽然虾头在正义回廊的表现 老实说 之前你听我这个体后感的时候 你都知道 我未是很满意的 但是对比起其他对手 他仍然是高班 我想唯一可以和他有得揮的 可能是 窄露微塵的欧家文 因为他也做了很多年配角 他的演技也有 但如果你问我 虾头和欧家文 那我当然选虾头 还有一个奖 我觉得比较有机会得到 就是最佳剪接 你看看这个入围名单 有哪五套 正义回廊 明日战技 神探大战 级19岁的我 泛气攻心 可能真的只有级19岁的我和他有得揮的 但是我自己是拜正义回廊的 因为前面我都说过正义回廊不是顺着整条时间线 他是用一些小片段不停插入在不同段落里面 但他又不会乱的 整个故事 还有是不同人说出不同的版本 整条故事这样插战 他都没有令到故事不清晰 所以我自己是拜正义回廊 这个剪接难度很高 最后最后 一个我觉得他很有机会 会得到的就是最佳男主角 我们看看这个最佳男主角有哪五个提名 正义回廊的麦佩东 正义回廊的杨伟伦 白日青春的黄秋生 神探大战的刘青云 窄露微层的张继聪 我首先逐个去讲解 首先张继聪 张继聪的演出不是差 但如果你说同一层的演出 我会觉得麦佩东和杨伟伦会好一点 所以勾走的张继聪 黄秋生的白日青春 不知为什么给我的感觉 有点像几年前的《伦乐人》 当然整个故事的物乐是完全不同 但我说那个电影的风格 都是这些社会议题 也不难理解 因为黄秋生现在你大陆又回不了 那些人又怕找黄秋生拍戏 因为黄秋生也有既定的政治立场 所以搞到那些导演也不敢找他 我觉得白日青春这个戏 其实只是重复到 《伦乐人》那个戏 即不是什么新的突破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一般 而刘青云 刘青云演技还可以 但问题是不是出于他的演技 而是出于《神探大战》 其实真的不算是一套好的电影 基本上《神探大战》这套电影 他想说的东西太多了 所有东西都是这样飞着 令到整套电影的体后感 我就觉得麻烦了 所以就算刘青云里面 多么出色也好 也有可能被电影拖累了 即是电影的最后成果拖累了 但我不会觉得刘青云是绝对没机会的 我觉得刘青云也有机会的 甚至今年 很有可能是他拿 但刘青云也打滚了那么多年 而且他也拿过 如果我是金像掌的那些评审 不如让老给那些年轻人吧 给那些年轻一代的演员有机会上位 才是真真正正对香港电影有帮助 最后我想说 我私心觉得 麦佩东和杨伟伦 是应该拿的 但到了今时今日你问我 究竟麦佩东好些还是杨伟伦好些 我真的分不了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麦佩东是好些 因为 他加上他的肢体动作 他的肢体动作和他的外形 他说话的方式 令到人家觉得麦佩东所饰演的唐文奇 是比较深刻的 但杨伟伦他饰演的章演中 其实是很难演的 因为你要演一个自信心这么强的人 这么自我中心的人 而演出是不over 其实是很难很难的 甚至乎在戏里面都说过 一个聪明人扮蠢 其实很容易 但一个 不是真的聪明的人 即我不是说杨伟伦不是聪明人 而是你没有那个 那么聪明的level 你要扮到那个那么聪明的level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我真的分不了 双冠军好吗 不如今年双男主角 我这个分析绝对不专业 纯粹是我私心 喜欢《正义回朗》这部电影 是加了很多分的 还有我都觉得 香港电影是应该 给一些新的演员去上位 即不要来来去去都是那些 那些旧演员 做了几十年都是他们 不是说不喜欢他们 不过 样一样条路 给新一代上 那这条片就真真正正来到完结了 这条片是我 开了这条channel 这么久以来 是 花最多时间 以及可以说是最有心机的一条片 因为其实 我以前的看后感 基本上我一日录音就完成了 虽然你们有时候看到我是 一小时的那些片 但其实我录的时候是录了四五个小时 那你今次看到我这条片 其实是差不多一个多两个小时 那我是录了四天 我才录完 录到这个位置 虽然录到最后的看后感 但其实我是会回看我整条片 看看中间会有什么错漏 其实我之前已经收拾了一些错漏 某些位置我会重新录 即是我要录五天 那么对那些杀人资料 已经对到我都 已经瘋了 那我有预感这条片 应该是不会很多人看的 因为其实这套戏实在 真的过得太久了 就算有金像掌帮我拉一拉 基本上都不会多很多 起码不会像 毒蛇大撞这么多 毒蛇大撞应该有18万view 那如果这条片 你是由头看到落尾的话 那就衷心 多谢你的支持 就是这么好心机 听我差不多废话废话了两个小时 如果你真的听得了这两个小时 麻烦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让我特别多谢你 送个心心给你 那今天这条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还有这个位置也想宣传一下 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 Dimension D的主页 Channel的主页 你就会发现右手边 就会多了一个Instagram的 Icon 其实Dimension D的Instagram 最近就已经是开了 这里也想说一下 Dimension D的YouTube channel 主要就是讲这个 神秘学 电影动漫 和游戏 和做这个游戏直播 那么 Dimension D的 Instagram 主要是会分享一下我的 生活点滴 和一些文化相关的东西 例如我可能看到一些 Fashion 三副鞋物很漂亮 或者有一些 很新奇有趣的产品 我都会在这个Instagram 上 分享 所以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我的IG 是会 完全讲一些 完全不同的东西 你在IG会看到 一些在YouTube channel 完全看不到的东西 相反也是 但是我的IG 暂时还未有一张图 我估计 未来这一个月 都不会有第一张图 因为我想第一张图 我应该是要 放什么相片上去 才好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 最想知道我对一些 文化艺术 有关的东西感兴趣 又或者 例如我平时 一些生活的点滴 例如我去 享受了一个很美的 即是可能去了一间 很美的咖啡 或者我去旅行 去见到一些 很新奇的 景点 我都可能会在IG 分享 如果你对于这些 也有兴趣的话 请你追踪我的IG 喂喂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like and share 留下你们的建设性留言 还有subscribe 和这个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我下次有新片 你们就会立刻 大家第一时间知道的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